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 我们大家又回到我们原来的轨道中 我们又开始一同来研读马太福音 今天是我们马太福音 耶稣基督的智慧第八讲 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会连续 我们还有最后的四讲 就把马太福音讲完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 在两千多年前 在我们中国古代 有一位哲学家 他叫孟子 他曾经给大家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选择题 他说 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他的意思是说 他说鱼我很想要 这边说熊掌我也想要 只能选一样 怎么选呢 选什么呢 那孟子呢 他就说出我们人生里边 一个非常尴尬的情景 在我们的人生里边 有很多的选择 那其实选择多 还不是问题 那最令人烦恼的是 越是重要的选择 常常就是越难做出 因为好像是 任何一种选择 你都可以给你自己找到足够合适的理由 你选这个也有理由 选那个也有理由 但是问题是呢 我们知道啊 不同的选择呀 他就会给人带来不同的结果 有些选择呢 他不但会影响自己的一生啊 他甚至呢 会影响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命运 那我曾经亲身经历过啊 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别人跟我讲啊 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啊 在中国山东省啊 有一家人家啊 家里呢有兄弟三人 有三个儿子 那因为战争嘛 那日本人侵略过来 飞机扔炸弹呢 就把他的父母就炸死了 炸死之后呢 那兄弟三人呢 就决心呢 要为父母报仇啊 那老大就说啊 他说这个家里边呢 总要留一个人呢 这个村头呢 正在过兵 就是过军队啊 他说你们去吧 那说我留在家里呢 守家在地啊 给咱们留点这个产业 那当时兵花马乱的呢 三个兄弟呢 都是这个农民出身 都没有都不认字啊 没有什么 没受过什么教育 他也分不清呢 什么是共军啊 什么是国军啊 那只要是打日本的军队 那他们就参加了啊 那结果呢 很巧合的啊 这老二呢 就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 老三呢 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 那后来呢 战争就结束了 那这个老二呢 他就辗转反侧呢 就跟着这个蒋介石先生啊 就到了台湾 后来呢 从台湾到了美国 那他就做一些生意 成为一个商人 那很自然呢 全家都生活在美国 他的家人呢 就成为这个 完全的美国人啊 他的第二代第三代 那老二呢 这个仗越打越大 他在战争中呢 就生存下来啊 后来成为一位将军 那到四九年以后呢 他就成为一个 中共的这个高级官员 那一家人呢 按照现在的想法呢 就很自然地成为 官二代 官三代啊 那留在家乡 这个哥哥呢 他就一直在务农 他全家人呢 也都是农民 那么四十年之后啊 这三兄弟呢 又在他的老家呢 就见面了 想想自己的这一生 看看自己这个家庭啊 就不胜感慨 所以人生的选择呢 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过去 在中国大陆 有一位作家啊 叫柳青 他在创业史中呢 他说过这样的话啊 他说人生的道路 虽然漫长 但是关键处 只是几步而已 因为人们选择了 不同的道路 就为他们的青春 刷上了不同的颜色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呢 每一个人呢 都需要能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 或者说呢 更明白一点啊 我们需要明白 关于选择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当我们了解这些原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 我们不至于犯错误 那么在圣经中呢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 他就用他亲身的经历 告诉我们呢 什么是选择的智慧 在马太福音中 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 耶稣基督呢 他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那经文说呢 当时啊 耶稣呢 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提示 他向跟随他的人呢 展示出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 超越自然的能力 那跟随他的这些人啊 特别是他这些学生们呢 参照旧约圣经的这些记载啊 仔细查看一下旧约的预言 他们忽然发现呢 原来这个人呢 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救世主 所以彼得就说呢 说你就是基督 你就是救世主 那么耶稣呢 他没有否认这一点 但是他马上跟着就说呀 他说我这个救主啊 我要走的道路呢 和你们通常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他说我要经受人的折磨 我要受很多的苦 最后呢 甚至要被杀 然后才能复活 去执掌王权 那这个话呢 给当时的这个 他的门徒们啊 很大的冲击 你想啊 一个救主 一位神 竟然要受苦 还要被杀 这当然呢 就不符合当时大多人的想法 耶稣的学生彼得呢 他就属于这类人 那我们都知道啊 你读了圣经 你就会知道呢 彼得呢 他实际是一个很热心 也很有爱心的人 他非常爱自己的老师 所以他当然呢 不愿意让自己所爱的人呢 去受苦 再者说啊 刚才我讲了 按照我们通常人的想法呢 一个救世主 他用超自然的能力啊 行了很多 让我们看来都不可能行的事情啊 那么当他有用这种能力 带领当时的以色列人 去推翻当时罗马人的统治呢 让犹太这个民族 成为当时世界各民族中的老大呀 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啊 但是这样一位神 他竟然要被人去折磨 而且要受苦 这个确实让人很难理解 一个神不得荣耀也就罢了啊 你还要受苦 没有得胜 没有能力的神 他还是神吗 所以呢 彼得呢 他就很自然的啊 圣经中就记载呢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 必不临到你身上 那这个时候呢 耶稣基督啊 放在耶稣基督面前呢 就有两条道路 也就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啊 一个呢 就是这个世界上呢 人人都盼望的 我们都认为的 那种只有神才能有的这种辉煌的得胜 那另一方面呢 另一条道路呢 就是一条走苦难的十字架之路 一边呢 是尊荣 尊贵 另一边呢 是苦难和死亡 那对于耶稣基督来说呢 他要怎么选呢 那么耶稣基督呢 他没有什么犹豫 他是直接就拒绝了彼得的建议 在二十三节说呢 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说 撒旦 推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那么如果你仔细地去查考圣经 你会发现啊 在圣经的记载里边呢 很少见到耶稣这么严厉地说话 他很少直接对一个人说啊 这个人是被魔鬼所操纵的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看耶稣就对他最重要的学生 而且是充满了好心 给他建议的人呢 说出了这样的话 那这个话 从他这个话的背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从他的回答里边呢 看到耶稣基督的态度 他对这种选择 他非常的坚决 他毫不迟疑 没有一点的莫能两可 我想这就是耶稣基督 要教给我们的 关于我们选择的智慧中呢 第一个基本的法则 那就是呢 做了选择 你就要准备去应接 因为这个选择而带来的结果 或者说啊 在选择之前 在你做任何选择之前 我们必须清楚 什么样的选择 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是神让我们了解的 第一个法则 选择在希腊外文里边呢 从下定决心这个词啊 是一个意思 其实也就是说呢 你做了选择 也就是说你下定了决心啊 不管将来出现什么结果 你都不能回头 也不能后悔了 这个呢 就叫做选择 为什么这么讲啊 因为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呢 任何事情啊 都不能回头 过去呢 就过去了 任何两个并列的选项 在你面前的时候呢 你选了这个 就等于呢 放弃了那一个 可以说呢 选择就决定了结果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今天很多人会意识到这一点 你的选择就决定了最后的结果 你现在做了选择 你未来的结果就已经定了 耶稣基督他非常清楚啊 神为他安排的道路呢 就是要为人的罪而受苦 神的公义让他不能不受苦 就去拯救世人 不可能说呢 我去为所有事上的人赎罪 但是我任何都不付出 我在这边轻轻松松 就把这个罪赎了 神的公义呢 不允许这样做 反过来说呢 如果耶稣基督 他选择享受这个世界上的幸福 他不走这条十字架受苦的道路呢 那就不可能完成神给他的使命 这两个不同的道路啊 他没有办法调和 那这个呢 就是选择 这也是圣经一再提醒我们的说啊 圣经中一再再讲呢 你种的是什么 你就收什么 在路加福音呢 说的更直接啊 耶稣基督他就举了个比喻 他说 因为好树就结好果子 坏树就结坏果子 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 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 也不是从荆棘里摘葡萄 他说的非常直接啊 他说 你要是棵好树 你当然就结好果子 你要是棵坏树 你就结不出好果子来 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你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是规律 这个就是法则 我们今天呢 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啊 我们常常犯一种错误 就是想当然的呢 我们去否认这个法则 我们不承认呢 当我们做了这个选择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那样的结果 我们常常是说啊 我们做了这种选择 但是呢 我们又不希望呢 将来让这个事情发展到 必然发生的结果上去 我们常常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啊 说会不会 或许有另一种结果 也不一定的啊 其实呢 也就是说呢 我们既想得到熊掌 又想得到鱼 我们希望能够呢 两全其美 这可不可能呢 可不可以呢 这其实正是彼得的想法啊 他要救世主 要弥赛亚士的胜利 他能够统治整个世界 让万民万族都能够降伏在他们的面前 但是呢 不希望去经历弥赛亚士的苦难 他最好不受苦 我两个都得了 这样可不可以呢 那么 耶稣基督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呢 这是不可以的 但是今天的世界上呢 任何的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你选择了熊掌 你就不要想呢 将来有一天呢 你吃着吃着吃着 就吃出这个鱼的滋味来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规律 比如说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 就会造成什么样的身体 那最近我有很大的体会啊 那我们作为家长的都知道啊 小孩子小朋友 他不注意写字看书的姿势啊 那可能很快呢 他就容易进食 那一个人每天都暴饮暴食 人到中年呢 那你就会容易得这个脂肪肝 那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啊 一个吸烟的人呢 他得肺癌的几率呢 就要比这个不抽烟的人呢 要高出很多 如果你选择每天都吸三包烟 一定会在你50岁的时候 你就得肺癌 这个就是规律 这是法则 你承认也好 你不承认也好 事情就是这样 你现在做出了选择 你要这样的生活 你说我就每天吃一斤肉 我从来不运动 虽然我们看不到啊 说这个人20年之后会什么样 但是结果呢 是可以预见的 一定不会健康 那对这些规律呢 我们都不陌生 我们也基本也不会否认这一点 其实呢 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情啊 但是很多人呢 在我们人生很多重大的事情上呢 我们常常犯错误 我们就否认这条规律 我们常常有一种侥幸心理 我们开始选鱼 希望呢 吃着吃着就变成熊掌 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有多少人 经历过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的感慨呢 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啊 中年危机的男人 亲情工作 努力工作 非常模范的好人 没有外遇 没有第三者 全副心思都放在这个 怎么赚钱身上 问问他 他说 我要让我的家人活得更好啊 我要对他们负责 我要给他们创造一个 最美好的环境条件 人到中年了 孩子上了大学 跟他讲 再见了 谢谢你把我养育大 以后我再也不回来了 哇 他觉得怎么会这样 一个打击还没完啊 这个俯不双至 祸不单行 太太又跟他讲 说 祝你好运 我也要走了 哎 他很不理解啊 他说我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你们 哎 怎么就 这为什么就都离开我呢 我有哪点不好吗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就很 很痛苦 为他很痛苦啊 我很不忍心 告诉他这个真相 我说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呀 你不应该说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把金钱 地位 权势 看成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东西 你选择 把你的时间 精力 全都放在这些事情上 你老婆说的一点都没错呀 在你的心里 从来都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只剩下钱了 如果这样的话 你做了这个选择呢 你就不要想将来有一天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永远都爱你爱到死去活来啊 有一天他们离开你呢 这一点都不奇怪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这个就是规律啊 当他开始选择 我全部精力都放在赚钱上的时候 其实就选择了 将来有一天 我的家庭要出问题 这个结果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呢 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要善于反思自己的生活 当我们面临生活中 很多的困难 我们经历生活中 很多的苦难的时候吧 原因可能有很多 我承认呢 原因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呢 很可能不像我们自己 常常说的那样 很可能不是因为自己不小心 有人说我不小心呢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呢 我疏忽了 很可能不是这样 很可能呢 也不是因为说 世界上的坏人都让你遇上了 你说我这个人 哎呀 这别人不好 我遇到一个不好的partner 哎 我遇到一个不好的这个竞争对手 自己遇到的都是坏人 他故意陷害我 所以我就失败了 可能不是这样 也可能呢 不是因为那些非常偶然的因素 说天灾人祸谁都碰上 你看怎么就轮到我身上呢 可能不是这样 我们需要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啊 是不是在我们自己 做选择的时候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错了 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避免的有一天 将来要走到这个结局上 我们没有意识到 或者说呢 我们明明知道 但是呢 我们就故意地欺骗自己 我们以为 可能会从这个起点 走到另一个结局上去 请你记住神的法则啊 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你就要准备 接受这个选择 带来的结果 这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不要有任何 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们作为基督徒 信仰生活呢 也是这样 你怎样对待这位神 就要准备好这位神 怎样来对待你 那在教会做牧师 我经常遇到一些朋友啊 生活中出现问题了 就会来找教会 就会找牧师 那我们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啊 要不就崩溃了啊 而看到他们的情况呢 这个都是负能量啊 很值得人同情 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委屈 自己感觉呢 全世界都离开了我 说神啊 教会啊 你在哪里啊 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 没有人爱我 神为什么不眷顾我 希望呢 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啊 神就伸出伟大的手 就把他的事情都解决了 就希望呢 这个最好教会我们两位传道人 哎呀 你们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伊利亚 哎 你一下手一挥 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不能奢望啊 我们总是把神 放在生命中的最后一位 比如说啊 今天来朋友了 哎呀 那我就不去小组了 今天我孩子有活动 哎呀 我就不去主日了 今天有好的电视节目啊 哎呀 读经这个事情就放一放了 等等等等 我们不能奢望呢 我们把神总是放在 生命的最后一位 世道临头了呢 却希望神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上 我们希望这个时候 神你是充满爱的嘛 你就是慈爱嘛 哎 你这个时候呢 你来扭转乾坤 你有超自然的能力吗 你显示出来啊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呢 你不要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 你已经选择了神怎样对待你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我们看看圣经中的记载啊 当彼得和门徒们 一开始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也就是说呢 他们忽然发现呢 自己跟随这位老师啊 他就是神 那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呀 是吧 那耶稣呢 马上就兜头给他们一瓢冷水 耶稣就对他们讲啊 给你们个选择 你愿意跟随我 还是愿意按照你过去的方式去生活 你自己选 耶稣对他们说呢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二十四节啊 那耶稣说呢 你要跟随我 走我这条道路 那就得舍己背起十字架来啊 什么叫做舍己呢 什么叫舍己的道路啊 在我的理解中啊 说舍己呢 那就叫跟往事干杯 就是你彻底的 完全的走一条跟过去不同的道路 可能过去呢 有些事情是我喜欢的 但是现在呢 我不能喜欢了 可能过去呢 这些事情是我不喜欢的 但是现在呢 我要操练自己 尝试去努力去逐渐逐渐的喜欢了 就是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下定一种坚定不移的决心 我愿意让我的生活 让我的生命 完全按照神的指挥 按照他的道路呢 来走 这个呢 叫舍己 那什么叫背十字架呢 那有人说啊 说哎呀 你看啊 我刚买了个房子 还有很多的贷款 这还得很辛苦啊 我的生活很沉重 说我好苦啊 我再背十字架 那我今天就很给大家澄清一下 这个不叫背十字架啊 我不是说买房子不好 我都希望我们教会的会友呢 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 这样我们建堂就快嘛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啊 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 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 什么叫背十字架呢 背十字架是同神的事工有份 同耶稣基督的事工有份 因为神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你在磨练自己 这个呢 才叫背主的十字架 我觉得呢 背十字架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啊 三个项度呢 去考虑 一个呢 是对自己的 就是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 让自己的心思意念呢 让我们的性格品德 越来越符合神的要求 我们的眼光呢 学习越来越注目在生活上 我们越来越关心天国的事情 我们越来越呢 像耶稣 这是对我们自己 那对神呢 是说 我们愿意为他的事工 付出我们的时间 付出我们的精力 付出我们的财富 我们对他要负责任 我们愿意呢 为他去做我们的事情 那对别人呢 就是说我们逐渐逐渐地 从自我中心 我们过渡到像耶稣一样啊 我们愿意为别人而活 这是背十字架 所以耶稣基督 他要我们想清楚啊 你愿意来跟从我 你愿意做我的门徒 你承认我是神 很好 但是你要想清楚代价 在你做选择的时候呢 你不要想 我高高兴兴 轻轻松松的 做了神的儿女 我得永生 得祝福 很好 这都是对的 但是我一点代价都不付 你不要想错了 鱼和熊掌 你只能选一个 他让我们想清楚呢 没有征战 就没有胜利 没有十字架的苦难呢 就没有冠冕 你今天选择了 你就要准备去承受 你选择的后果 耶稣基督在圣经中多次讲啊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都能进天国 那很多人认识耶稣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呢 都能进天国 他说只有遵行我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按照我说的去做了 你扎扎实实的去做了 你才能够算是我的门徒 所以我们来回头来看彼得呀 彼得他承认呢 耶稣是弥赛亚 是救主 是神 但是在他的心目之中呢 这位救世主啊 要给以色列人带来一种 政治上的解放 带来一个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人都能看见的这种伟大和荣耀 他从来没有想过呢 一位道成肉身的神呢 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 牺牲和苦难 这个时候呢 虽然彼得他认识耶稣就是神 但是他没有理解呢 跟随耶稣真正的含义 我们看说 耶稣为什么说彼得是魔鬼啊 魔鬼呢 正是通过人对真理这种不清晰来诱惑人 彼得因为他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魔鬼呢 就利用他来诱惑耶稣 魔鬼的诱惑之处呢 他没有说啊 不让耶稣去做拯救的工作 他没有直接讲说 呀干脆不要拯救了啊 他没有这么说 他给耶稣基督呢 一个莫棱两可的诱惑 这个诱惑是什么呢 说或许啊 你可以不受苦难 也可以完成神给你的工作呀 这种诱惑呢 就像蛇在伊甸园中 对女人的诱惑是一样的啊 让你莫棱两可 让你以为从这个点出发 你可以走到另外一个结局上去 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耶稣基督他就转过来 你看耶稣的态度啊 他对彼得说 撒旦推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呢 对于我们今天 我们要小心 你面临生命中 每一个重大选择的时候呢 可能在背后呢 都有属于 有一种属于神 和属于魔鬼的征战 我们要看清楚 每一个选择背后的后果 我们不要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啊 受了魔鬼的诱惑 所以呢 这是我们第一个属灵的法则啊 你做了这个选择 你就要准备承受选择的结果 那么 耶稣基督呢 他的选择是按照神所规划的道路去走 接下来呢 他就说到一个自己非常充足的理由啊 他说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我们都清楚呢 你自己做的每一个选择呀 都会对自己和你身边的一切呢 产生影响 但是这样的影响呢 有长短大小之分 智慧的选择 就是要选择那些从长久的观点来看 对自己最重要的 我们需要呢 从时间的角度呢 来衡量自己的选择 你要看一看 你的这个选择呀 它是永恒的呢 还是暂时的 这是耶稣基督在说到选择 他为什么选择的时候呢 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因啊 什么是永恒呢 永恒就是永远不变啊 永远存在 相对的暂时是讲的 一时短时间的 那么暂时这个词 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啊 在我们南北朝的时候啊 有一个诗人叫费畅 他写过一首诗啊 写了一句诗 他说红颜本暂时 君还俱相及 他的意思呢 前一半就是说啊 他说人美丽的容貌啊 这个是很短暂的 那你看他对暂时的理解啊 什么东西叫短暂呢 一个人漂亮 看到一个姐妹长得很漂亮 哇 绝代佳人 但是他能有多长时间呢 说二十年最多了啊 这个就叫暂时 我们常常想一下 二十年已经很长了啊 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呢 但是呢 这个就是暂时啊 那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去考虑 你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 你是考虑哪些事情 然后你做选择呢 你考你的思考 你的这些思量 是短暂的呢 还是长久的呢 那你看啊 今天的很多人呢 在做选择的时候呢 是不分长久还是短暂的 你看我们中国啊 中国大陆啊 现在这个城市建设呢 日新月异啊 你五年不到一个城市去 你就完全分不清东西南北啊 人们都很感慨 特别是北京首都嘛 它的建设呢 非常的快啊 那在去年呢 就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北京下大雨啊 下大雨呢 结果这个城市的排水系统啊 它跟不上这个降雨量太大啊 跟不上 所以呢 整个城市呢 都淹到水里了 那人们就调侃呢 在网上有很多的段子啊 说欢迎到北京来看海 那北京是内陆啊 他说到来看海 因为下雨这个 这个水排不出去啊 排不出去呢 那前两天啊 那个潘后一小组的张云弟兄啊 他发了一个微信 他发了一个消息啊 他说德国人占领青岛啊 我们有从山东来的弟兄姐妹知道啊 占领青岛17年 他没有做什么地面的建设啊 他只是修了下水道 他都是做这个地下工程啊 结果一直到现在100多年了呢 说青岛市是中国目前唯一下暴雨不淹水的城市 这两个对比让我很感慨啊 有些东西呢 你必须要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来检验这个事情 我记得我学大 上大学学建筑的时候啊 学到给排水的时候呢 我们老师讲过一个例子啊 他说巴黎的下水道 大概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后那个时期设计施工的啊 到现在呢 大概有300多年了 说300多年呢 巴黎的下水道呢 从来没有做过大的修改 除了小的修修补补之外啊 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修改规划 但是呢 这300多年了 他一直呢 都满足整个城市的需要 为什么呢 说当时的设计人员啊 在设计的时候 他要求这个排水管道的主干线呢 按照当时的标准 能并排跑四驾马车 这个主干道你可以想想有多宽啊 像我们那个最宽的那个大马路一样啊 主干道有这么宽 所以一直到用到现在呢 他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理念不同啊 你思想是长远还是暂时 就会对你造成不同的结果 我看过一些文章啊 人们讲 说在中国呢 今天企业的生存周期有多长 说一个企业 平均寿命有多长 在中国呢 很惊人呢 只有三到五年 企业的平均寿命啊 说在西方国家 国际性的企业啊 上了一定规模的呢 它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年到五十年 国际性世界五百强企业啊 它们的平均寿命呢 是五十年到七十年 实际我们想想都蛮短的啊 可能包大碰三十年之后就破产了啊 什么原因呢 理念不同 就说你 你的管理者 你是在追求短期效应啊 还是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那么在我们身边呢 有很多非常现实的事情 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呢 你是看的长远呢 还是看暂时呢 比如说我们华人啊 我们都非常看重子女的教育 那我想对所有的父母们提一个问题啊 我们应该教给自己孩子什么 你给他做计划的时候 是计划了多长 对这个孩子而言呢 什么东西更重要 人们都说呢 犹太人啊 和华人呢 是最重视子女教育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啊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那些顶尖的科学家 政治家 商人 管理专家呢 很少有华人 即使在西方 现在啊 在美国 在北美 已经完全西化的第二代 第三代 中国化一句话都不会讲了啊 完全的这个美国人了 他也很少呢 出现在这个顶尖的层次里边 今天那些世界上顶尖的位置啊 大多数都被犹太人垄断了 那有没有想到是为什么呢 我们华人的子女呢 不是不优秀啊 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啊 一般来讲 考试在前几名的呢 全都是华人 那西方的面孔都不多的 我在澳洲专门到好几个学校去问过啊 但是等到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 哎 好像这些人就 做到中层就顶天了啊 我们华人说这种族歧视 这有玻璃天花板 实际不是这样啊 在中层里边呢 人们发现那些从事默默辛勤的工作的人啊 都是华人 技术大拿 业务中间都是华人 但是真正管理的人呢 没有 所以有人呢就做了一个比喻啊 今天华人家长应该好好地听一听 他说华人呢 就像驴子一样 辛勤能干 犹太人呢 是赶驴的人 哎 他会管理 为什么呢 我们犹太人跟华人的教育理念是不一样的 犹太人呢 他看中的是素质 能力 他看的是智慧 是品格 他要看到这个孩子一生的发展 他要从这个角度呢 去塑造一个人 我们华人呢 看中的是技巧 是知识 我们很少去谈到呢 这个孩子三十年四十年之后 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犹太人呢 他对信仰的教育非常重视啊 我们想今天犹太人唯利是图 他可能对这个信仰 传统信仰不太关心啊 实际呢 恰好相反啊 犹太人到现在为止 他非常坚持圣经的观点啊 就是教导儿童 使他走当走之路 就是到老也不偏移 在澳洲呢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 犹太孩子的成年礼啊 那个家长就跟我讲 说我们每一个犹太孩子啊 到他十二岁的时候 要花最少六个月 最多两年 专门去学西伯来文的圣经 专门的 脱产的 不上学了 其他都不学了 专门去学西伯来文 学圣经 在他成年礼上呢 他要按照传统 犹太的方式呢 能够去唱 这个犹太的圣经 这个是他成年礼上 必须有的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我们今天 有多少家长啊 你说我要去塑造 我的孩子 我要送他到 教会主治学啊 坚持两年啊 不用说脱产学习了 我们要对比一下 你要想一想啊 所以耶稣基督呢 他就提醒这些门徒们啊 他说你们 正面临着一个选择 你是愿意 把自己忠心的献给神呢 还是按照你们 在世界上的生命 你自己去 按照原来的轨道去走呢 如果你愿意放下一切 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 交给耶稣 那么神就会给你 一个新的生命 他会赐给你 你所需要一切的丰盛 甚至超过你的所求所想 这个新生命呢 是永远的 是永恒的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放手呢 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能力 看起来呢 好像你尽自己的努力 在保护自己的一切 但是有一天呢 一切都会 随着你生命的终结而离开 你会真正的一无所有 所以耶稣基督呢 他在挑战每一个人呢 你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 现在的生命和永远的生命 哪一个更重要呢 你要看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呢 当你面临着每一个选择的时候啊 你要想一想 从你一生的时间来看 你现在的选择 你现在做的决定 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有多大的意义 它会给你的生命呢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这是耶稣基督教给我们 第二个的法则 我们呢 要看永恒 不要看暂时 那么第三一点呢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选择的基本原则 就是我们要看本质 不要去看表面 耶稣基督说 人若卷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啊 把这个世界的荣耀 和自己的生命呢 做了一个比较 他告诉我们说啊 你选择的时候呢 你要看一看啊 你要超越事情的表面 你要看到事情的本质 什么是本质啊 就是一个事物中 常在的不变的东西 是事物的根本性质 是这个东西呢 它相比于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啊 它区别于其他那些东西 最基本的特征 什么是表面的东西呢 就是外在的 外面的这些 外部的现象 那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啊 什么对我们最重要 有些东西呢 是外在的 别人都看得见的 自己也看得见的 轰轰烈烈叉子烟红 显得那无限荣耀 无限光滑 有些东西呢 是内在的 它是别人看不见的 它可能呢 不会带给你 马上的收益 它不可能呢 让你得到别人的赞赏 或者呢 好像看起来都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你要知道呢 那些本质的东西 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呢 才会真正决定你自己 人生的价值 我们要知道啊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边 一切都会过去的 最后你能拥有的呢 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在圣经中呢 他不断地在讲述这个道理 在约伯记呢 他讲 约伯说 不敬天的人虽然得利 神夺取其命的时候 还有什么指望呢 他说你看一看 有些人呢 虽然看起来很风光 但是当神的审判到来的时候 拿走他生命的时候 他还有什么用呢 这些 在路加福音呢 耶稣举的比喻中讲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呢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讲的是那个无知的财主 在诗篇中说呢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枉然 急需财宝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我们今天如果一个冷静的人 你客观的人 你想一想 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东西是 你真正能够拥有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去思考啊 什么是你追寻的 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建造一个怎么样的生命 这是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看到的东西 今天很多人 年轻人啊 去选择自己学的专业 去寻找自己合适的职业 如果你能够透过表面的现象 你看到事情的本质 你应该去思考呢 你要通过这个工作 这个学习 你得到什么 你是希望得到钱财 还是得到你工作的价值 还是你生命中的平安喜乐 如果你不做这个工作 你会不会达成你所盼望的东西 你希望通过你的努力 你的付出 你最终你要什么 原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在云南读书的时候 听过大家讲笑话 说昆明的人到西川满纳 西川满纳种稻子一年三熟 但是西川满纳人 这个歹族人 一年只种一季稻子 种完了之后 其他的时间就唱歌跳舞 当年我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比较 不像现在商品经济这么发达 那这个外地人就很奇怪 这个都市里的昆明人 就很奇怪 他说你们这个生活 看起来不是很富裕 你为什么不多种两极稻子呢 多种稻子就多打粮食 多打粮食就多卖钱 钱多了生活水平就提高了 西川满纳人 这个歹族人就回答他 说难道人的生活 我们活着 就是为了多种两极稻子吗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假 但是别人跟我讲 我现在都记得 我想实际这些歹族人 他至少他清楚自己要什么 我人活着 我要什么非常清楚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常常被那些虚幻的 外在的东西 蒙住我们的双眼 我们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很多人讲 我要别人的尊重 我要世界的地位 所以我努力工作 有钱就有地位 哎呀 什么叫做真正的尊重啊 我前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在我们教会英文堂啊 有一位姐妹啊 大家可能都不太熟悉了 她去世了 在我们这个社区呢 生活了很多年 她在我们这儿举行追思礼拜 追思礼拜呢 我实际不认识她 那他们用教堂嘛 那我就过来给他们帮帮忙啊 那是我见到的人最多的一个追思礼拜 我们这儿有460个座位 我们要把那个后面那个帘都打开 在我们赋堂里全都放满椅子 还没有坐下 还有人站在外边 来参加这位姐妹的追思礼拜啊 我就想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尊重她呢 当时人们讲说 整个Velo Pat 所有学生的家长可能都来了 但这是开玩笑了啊 人们尊重她 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要想一想 别人对你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吗 他们尊重你些什么东西呢 我当时就问这些人 我说 这个为什么啊 你们为什么来参加呢 他说他这个人呢 一生没有工作过 家庭妇女 那为什么得到人尊重呢 说他热心公益 社区中参加了很多的工作 参加了很多的社会服务工作 他是常年Velo Park小学的社工 从年轻一直做到老 所以社区中呢 很多人都认识他 都感 都为他的行为所感动 非常的尊重他 当他回天家的时候呢 所有人都愿意来送他最后一程 这个是真正的尊重 我们要想一想啊 如果有一天 你失去了你今天世界上 你引以为傲的东西 你失去了你的钱财 你失去了你的健康 你失去了你的美貌 你失去了你的地位 你想一想 你身边的人 还会像今天一样去对待你吗 如果他还是这样对你 那你是活出你生命的本质 我曾经问过别人这个问题啊 那所有的人回答我都说 不要开玩笑啊 如果健康美貌 钱财地位都失去了 那我就不是我了 谁还能看中呢啊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要忘记啊 耶稣基督他失去一切 他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就被人纪念 我们都知道德兰修女啊 德兰修女去世的时候呢 只有一双鞋 两件衣服和一本圣经 但是全世界的人呢 都敬仰他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自己的生命 当每一个选择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呢 你要的本质是什么 你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个选择 你要去思考 耶稣基督呢 给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承诺 他说当我们每一个人 面对选择的时候啊 如果我们做出符合他心意的选择 虽然我们要像他一样经历苦难 但是当我们经历苦难之后呢 我们必然和他一样同乡荣耀 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每一份付出呢 神都会纪念 在二十七节呢 就讲到人子要在他付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二十八节说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场死位以前 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承诺 给我们展现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当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看似失去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但是神 他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状况中 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天地 让我们完全地体会到 什么叫做神的丰盛 神的祝福 今天呢 我们在NOSCO的进行会呢 我们是非常蒙福的一群人 我们上一周 我们欢庆我们五十周年 回顾历史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可以引起我们思索的东西 我们看到这五十年来 无数的人在这个地方 他们怎样的付出 我们看到很多人呢 在他们的生命里 他们做出怎样的选择 他们和我们一样 也有孩子啊 有家庭啊 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但是他们在每一次选择的时候呢 他们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同工 有那么多的前辈 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啊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他们愿意去受苦 愿意去付出 他们是真正做出正确选择的人 他们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我相信当我们这些人回顾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身上呢 神怎么通过他们祝福我们这个社区 祝福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呢 神怎样去祝福这些人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要你们大家去思考啊 当你面临每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什么是你人生中最有智慧的选择 你应该具备怎样的智慧 你才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 你要怎样的选择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东西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愿你的灵能够常住在我们中间 愿你的灵能够帮助我们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可以刚强 求你的灵能够帮助我们 当我们迷惘的时候 求你指明我们的道路 求你在我们每一个转折 每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的灵都伴随着我们 让我们可以不畏惧 不迟疑 让我们可以勇敢地去承担 我们今天选择在将来 给我们带来的结果 天父因为那结局是美好的 愿你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 我们放在你的手里 求你来指引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靠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稣基督的名